色彩繽紛的食物 看了不仅赏心悦目 更令人跃跃欲试 台北内湖国小附近 有一家以老面发酵的创意馒头店 老板加入蔬果调色 做出了颜色吸睛的彩色馒头 有红麴 地瓜 山药等 多达八种口味 吃起来柔软 香Q 还散发淡淡的面香 另外包入了一整根 红心地瓜的黑糖地瓜卷 满满的地瓜内馅配上了黑糖馒头 味道香甜绵密 因为用料很实在 是不少客人心中美味的下午茶点心 掀开蒸笼 彩色小馒头伴随热腾腾的应韵蒸汽 浓厚的面香加上Q软口感 甜美的味道 是许多客人每到下午 用来解馋的午后小确幸 我都把小馒头买十包 肉包买十包 然后其他看有什么甜的 什么搭配十包 因为放在冰箱 有时候当早餐啊 宵夜都不做 做包子馒头四十年 老板菜仁青 选材用料很讲究 他希望客人吃下肚的 都是天然无天价的味道 一个包子 让你吃得不好吃 你就不会再来 我们就是以品质 就是质跟量 像是紫色小馒头 他就用阳明山的山药调色 黄色的就用金山出产的 红青地瓜染黄 色泽鲜红的红色小馒头 他就找了发酵过后的红麴米 让白溪的面粉染上一抹烟红 红麴是米类的 它做出来它会比较黏爽 你就要抓那个水分 跟老面的层比例 面粉和红麴完美结合 揉合出的红色面团 还要徒手擀揉 才会产生筋性 每一步都要做到一丝不苟 口感才会好 就连面团发酵的次数 菜仁青也比别人要求的还多 如果基本发酵不够 就会酸掉 就是色味酸会过多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三次 就是让它多层次的发酵 馒头起来会比较松软 因为不想和品质妥协 所以蒸出来的红麴馒头 每一颗才能膨胀的圆滚滚 外表光滑 伴随而来的面香 才能够激起客人的口腹之欲 西津指数爆表的彩色小馒头 胖嘟嘟的模样 很讨人喜爱 有红麴 地瓜 山药 抹茶 巧克力 芋头 蓝莓 和薰衣草口味 一扒开 松软香Q 微微的面香甜味 搭配繽纷的色彩 天然食材染色的小馒头 难怪客人一买就是好几袋 它很香然后不会腻 然后很Q软 然后咬下去那个淡淡的香气 出来的时候觉得很好吃 它吃起来很Q 然后很软 然后有那个自然的面香味 不错啦 因为吃起来对身体没什么负担 每天和面食相伴的蔡仁卿 从小就在面包店打工学艺 当初会研发彩色馒头 是因为当兵时 曾经向老师馆长学中式点心 退伍之后本想借着一己之力 开面包店维持生计 但最后事与愿违 那时候当时想说 我开一家面包店 后来因为面包店经营比较困难 那我就想把它转型 我把西点面包的技术 融合在那个馒头里面 做出来呢 它是口感极佳 一般小朋友看了都很喜欢 幸亏蔡仁卿脑子冻得快 将包子馒头结合创意 让中式点心也能跟得上时代 获得不少大小朋友的青睐 这一款包进一整根 台农66号红星地瓜的黑糖地瓜卷 满满的地瓜甜味 融合黑糖馒头的香气 松软绵密的口感 是许多韬客的午后茶点 它那地瓜很甜耶 自己真的 他们自己弄的地瓜很甜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甜 然后吃起来 你配在馒头里面 吃起来又感觉不错 现在蔡仁卿把手艺传给儿子 第二代接手老爸一波 稳扎稳打从头学起 根才扎得深 卖了40年的葱花卷 学用的青葱 是蔡家人的聪明选择 因为我们住阳明山 所以我们自己有产那个猪葱 然后如果不是产季的话 我们就会去买那个 品质比较好的三星葱 但是那个要挑 就是要挑有那种水分比较多的 这样子蒸出来的时候 才会就是绿绿的这样子 那个葱会比较好吃 蔡佑鹏从小就在 包子馒头堆长大 虽说年纪轻轻 但早已对制作传统点心 驾轻就熟 他说制作葱花卷就像是做人 越是大方给料 客人才能看见店家的诚意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 一定要葱的那个味道 所以量是一大把一大把 这样子抓的 吹蒸出笼的葱花卷 被泡泡的面皮包入香浓的葱花 吃起来柔软之中又带了点咬劲 一咬下去满满的葱味 热热的吃咸鲜扑鼻 放凉了再吃面皮更Q 依旧有香浓的葱香 因为它里面有一点点放葱 然后好像还有一点点那种胡椒味吧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就是咸甜咸甜的 葱花卷因为它们葱新鲜嘛 所以吃起来就水分不错 就加起来 然后又有那个香气 葱的自然的香气 蔡仁清的包子馒头 满足了韬客对好味道的期待 同样包了四十年的鲜肉包 就算传到了第二代 用料都还是蔡仁清 亲自调理的鲜味食材 口味也才能一脉相成 因为我们的肉包用的部位是 猪的后腿肉 就是温体猪啦 就是现在人都怕那个进口猪 我们现在都是用温体猪在做 做出来那个口感很好吃 白白胖胖的鲜肉包才刚刚蒸熟 包子皮柔软香Q 还吸收了一些些肉汁 一入口扎实的肉馅 味道咸香 淡淡的胡椒香气 更衬托鲜肉的滋味 每当一出笼 就是客人秒杀的美味 他们家的肉包我超喜欢吃的 我们北投下面的肉包 吃不习惯 特别新鲜的黑猪肉啦 就不错啦 好吃啦 好吃 我一次都吃两个 纯粹的滋味可以让涛客百吃不厌 秘诀不是花言巧语的行销话术 而是老板实实在在的制面手艺 一步步累积起来 像我们制作呢都是用发酵过隔一碗的那个老面 这样子做出来的馒头才会Q软 然后吃了不会胃酸过多 当初因为没有办法完成开面包店的心愿 菜人青就换个方式转型做创意的包子馒头 反倒让它闯出了一片天 这就好比做人总会遇到困境的时候 但只要心念一转 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结局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传统古早味润饼大多是白色的饼皮 但是在南投埔里呢 有一家选用天然蔬果调色的彩色润饼 招牌口味有胡龙果 胡萝卜 菠菜 紫薯和咖喱等十多种颜色 内馅口味呢也是相当丰富 手炒葱酱鸡 吃起来滋味香浓 充满浓郁的葱香 而黑胡椒牛肉之多鲜嫩 还带有微微的辛辣 层次感非常的丰富 彩色润饼呢令人吃了 视觉和味觉都大大满足 口味吗 很多种耶 每天都会很期待来说 什么一个饼皮 今天是什么口味的 客人满怀期待的彩色润饼 繽纷的外表下包进了各种馅料 有粉黄色的胡萝卜 黑胡椒牛肉 紫色的紫薯青花椒皮蛋 绿色的菠菜素食口味 鲜黄色的咖喱口味 和燕红色的火龙果葱酱鸡 五颜六色的润饼不仅外表吸睛 更令人看了胃口大开 我们都没种很想吃啊 可是每次就是挑那几个爱吃的 因为每次来这豆子只能称一个啊 令人巴不得一次品尝多种颜色的彩色润饼 是老板游子提和先生激荡出来的美味 因为刚好有亲戚朋友送了一堆火龙果给我们 看到这个颜色我自己也觉得说 哇 很舒服 就很看了就很开胃的感觉 当初的无心插柳意外让火龙果润饼奇迹诞生 只是要将水果融入饼皮 一开始可是花费油脂提一番功夫 因为火龙果水分比较多 水量的多寡就直接影响润饼的口感 如果你打过多 就会造成我的面粉会容易水掉 对 会水掉的时候 你就是在制作的时候 它就是抓都抓不起来 对 所以我不是颜色越好 就是代表说越好吃 火龙果果汁和面粉相结合 白乎乎的面粉 揉合出鲜明的亮红色 游子提的润饼在做法上叠句心意 口味上它也想做到独创一格 它不做传统的红烧肉口味 而是选用青葱 洋葱 一起爆炒出香浓不腻 又充满香味的葱酱鸡口味 最重要是你在炒葱酱的时候 它不能炒过熟 因为润饼它最怕湿润 太湿的话它可能带回去 就是整点都会湿湿烂烂的 游子提的彩色润饼 内馅加入菜酥 蛋酥 豆干 菜脯 肉松 苦苔和大量的豆芽菜 高丽菜 多达十几种馅料 全部包进润饼里 最后再来一匙香浓的花生粉 彩色润饼才算是大功告成 色彩华丽的火龙果润饼 耀眼的饼皮看了令人想大块朵頤 一剪开里头丰富馅料 像是小型的满汉全席 一入口滋味丰盛 饱满扎实的内馅 有香葱的味道 豆干和蔬菜的香味 层层叠叠叠的好滋味 吃了饱嘴又鲜美 火龙果的口感它就是有稍微淡淡的 那种火龙果的香味 最主要是它的内馅其实都还蛮香的 香浓的润饼当然不只有火龙果风味 吃素的朋友也有专属VIP口味 素食的菠菜润饼 淡淡的马卡龙绿色 看来格外清新 因为多加了黑芝麻酱 所以饼皮吃来香Q味美 再搭配浓醇的芝麻香 清甜爽脆的口感 就算吃多了还是白吃不厌 游子提和先生廖正凯就对青年级夫妻党 在兼裁前制作美味的彩色润饼 常常一站就是一个下午也从不喊累 是因为他们不想让爸妈传下来的手艺 在他们手上消失 所以我发现其实做润饼真的很辛苦 我们下期见 你